大家好,今天是5月19,星期二,股市有一点点的明显的反弹 因为昨天晚上美股上升了912点,香港股市也受到刺激 早段恒生指数先高开555点到24489点,一度高见24552点 这一分钟指数是上升了618点,当年曾经一度有一点点的反弹 最低今天见过24314点,可是在这一刻股市也是上升了380点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就是今早指数的高开之后 由于恒生指数已经回升到10,20跟50天性以上 那等于说股市现在这一分钟已经摆脱了进一步下行下市低位的可能性 反而我觉得只要保持这个走势不变的话 指数在后一个阶段应该是有机会挑战这个月的高位24766点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第一,这个月是一个先低后高 第二,就是从4号的低位23584点 上升到11号的高位24766点 那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有1182点 先不要说这个波幅够不够 最重要就是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是不应该在6个交易间之内出现 那这样子很简单 指数只有不跌圈23584点的 最终还是有机会进一步往下退 从而突破24766点这个月的高位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5月份,信价交易天不多 只有8过 下个星期四是这个期指节省日 下个星期三是期指赚仓的高峰日 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一 跟这个星期五,四,三 这五个交易天 我想好跟淡的那个真实是会很明显的 不过当然,既然指数能够稳守在 十二十五十天以上 我想做好的还是比较容易 另外就要看那个成交了 过去一点时间 大学的成交还是不太足够的 虽然说1100不算太少 可是相对现在指数在2400以上的话 我觉得成交今年 起码起码要1100到1200个亿的 不是900的,1000个亿 就可以满足那个动力的要求 现在看一看 大概是3.55分 指数是24395点 相对昨天来说是上升了4850点 等于说今天整个交易天 都是指数都是在一个高台的 相对昨天来说 成交方面还算不错 1184亿 我想要是能够保持这个成交 这个动力的话 股市真的是有机会挑战这个人高位 毕竟还是几百点而已 不过我要说的 大数据相关的股份 其实近期来说已经上升的不小 要是大家要再参与的话 还是要小心 高台冒进去 会有回调的风险 当然买一点点的问题不大 买的多的话 就要承担一定回调的风险 这个大家有明白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说一下